为什么有些人看着很轻松就可以打出来一拍发力呢 首先就是我们要闹清楚我们的腰腹究竟怎么发力 因为大多数人一旦出现了侧身 他就是转着机球 那转着机球 我从右到左的转体是不可能带动球拍从上往下回的 这是不存在的带动 所以说当这种转体纯转体的机球出现 往往伴随着这个球拍从右上往左下回 这种错误动作 那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从侧身蹬转开始 脚蹬地出现自然后弓 这个时候我的框架 也就是说我的右肩右肘要有一个往上顶的感觉 我的这个胳膊肩膀和我的左宽左腿已经是一个直的了 也就是我这个发力是一个纯纯的由上到下的发力 那连接点是我的右臂和左腿 如果在这样的动作基础上 我再加一个甩动进去呢 人在家中堂 球技心中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